再开一个 这上面写的是 这是寄给妮口的 然后又妮口转寄给我的 火狐 这里面是什么呢 这是小黑 wild的小黑 科技小黑 现在叫Alphabot 做的自制的CD 非官方制作 应该叫泛制 a collection of THEBS 猫的名字叫 你说它的名字还是品种名字 它是孟加拉豹猫 叫小德 wild 这是小黑做的 但是其实这些 怎么讲呢 这种实体的 实体的这种 专辑类型的 其实 它里面收入了很多歌 我给你们念一下 匆匆每天爱你多一些 往后余生 童话阵 shape of you landing guide 千丝系 闲上有春秋 女人花 lonely christmas 走马 白山茶 人间 雨仔 你在终点等我 阿婆说 by the way 你在终点等我 我想去重新录一遍 我觉得以前唱的不好 还有她来听我的典长辉 刚好18首 应该是故意定了18首 这个数字 但是这个实际上 这种东西的话 会有一些版权问题 因为我翻唱这些歌 在spotify上上传的时候 我是给了版权费的 但是实体专辑的话 肯定是没有 没有经过允许的 这个东西呢 所以说就是 虽然挺可爱的 做得很精美 实际上是有版权问题的 忘周知啊 还有些说量产 这就是墙外的塔 还量产 差不多得了 刚跟你解释完 这个是有版权问题的 说量产 什么私 我跟你说 像那个什么 我看到有一些 在抖音上 抖音上一些翻唱歌手 有一些那种 就是音乐爱好者 然后他会发自己的翻唱作品 然后下面还会 还会卖U盘 这个跟刘菲儿那种U盘不一样 但都是U盘 就里面是 是他翻唱的一些 这一个一些 一些就是可能MP3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呢 其实严格讲起来 是很危险的 就有点像人人字幕组 卖硬盘里面 装了很多电影一样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就是说如果 你可以做的 你也也许不会出事 但是 那都是劫后余生 那只是 只是你运气好 知道吧 你不给钱 就不算盈利了 那也不是的 不是的 版权是很复杂的 有些是说 你禁止你翻唱 你知道吗 禁止你使用 你以为 比方说 你有钱 你花 自己花钱 制作个1000份 1万份 10万份 拿去分发 那也是侵犯了别人的版权的 那就就好像说一句话 你你去自己 自己自己买硬盘 然后里面 里面放电影 然后你拿去发 你说我不花 不收钱 那不就也是侵犬 所以这些只能说是一种 就是非常非常小范围的爱好者的一些小 一些做法了 谢谢小黑 小黑每次我在我用小德的号发一些小德的照片的时候 他还会在给我的那个给我的博文 就是微博发送SC20.22 小黑 发发的版权意识还是很严谨 哎自媒体嘛 特别是在YouTube的自媒体 那可太 这上面写的是帮我转发发哈 送给别人也不行 理论上也是不行 因为你就是说 你把别人的作品 未经他人授权 你进行了制作呀 侠人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小铃铛打开 提醒大家点赞关注订阅打开小铃铛 不错过每一次直播 ありがとう